好,各位朋友,現在我們來到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我們仍然會看兩個個案 一個是骨頭重塑,Bone Remodeling 第二個是Discovery of Insulin 29素的發現 其實和剛才那兩個個案一模一樣 一個是生物的原理,骨頭如何重塑 骨頭不是大定了嗎?是硬斑斑的 就是這樣,又可以改變嗎? 第二個就是胰島素的發現 其實也是一個生物科技的情況 為什麼我們會找到胰島素這件事? 它和糖尿病有什麼關係? 當中有什麼科學的探究在裡面發生過呢? 現在我們先看第二個情況 Bone Remodeling骨的重塑 當中想大家去理解一下的就是 我們讀就讀Bone Remodeling 其實當中,在Bone Remodeling上 有沒有其他的學科和學習 其實也有關係呢? 跟不同的學科有個交流呢? 其中一款就是Bone Remodeling Bone Remodeling 是可以跟Sports Science之間有個聯繫的 當中,其中這裏我們說的就是 有人打空手道,對不對? 但除了打空手道之外 還有可能打泰拳或者不同的武術 其實都有牽涉到一個骨的重塑 為什麼泰拳的人一腳一踢 可以踢斷別人的腳呢? 為什麼他的腳這麼硬正呢? 這個也是我們要思考一下的問題來的 現在我們看看拳頭,對不對? 他就說了,原來我們的骨頭當中 其實他保持著做一些新的骨頭 和舊的骨頭也保持著拆解 但是他原來有拆有拆的 這個就是一個Balance Cycle 這個就叫骨的重塑 就是說原來,起碼先提一下 骨頭是living的,是生歐歐的 他不是一個死物來的 原來那些Bone Remodeling 有O-cell會被壞掉 這次不然有些新的骨頭就會做出來 可以嗎? 當中就是一個平衡的系統 那你有沒有一些不平衡的系統? 當然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就是怎樣? 保持著BREAKDOWN 但是你不剩下新的出來 所以我們的骨頭 就會有一個LOOSE OF CALSIUM SORTS 那些不斷流失的部分 你就會想,你這些骨頭不會做事的? 不會剩下新的出來的? 就是不會剩下新的肌肉 就是新的肌肉 可能沒有那麼多 就令到它的新陳代謝 就更難剩下 多於肌肉 但是除了這隻這麼典型的 不平衡的系統之外 還有另一款 就是這次我們這條題目 就是令到 如果我們的骨頭 它們面對著那個壓力 或者蛇蛇 動用到它 的話 那個人的肌肉 是越來越多的話 其實都會影響到 我們的骨頭的塑造 當然這個壓力 可以是太多 也可以是太少 現在就說 如果你的骨頭是下垃圾 即是動用到它的蛇 去撐它 打它 原來你的骨頭 就會有分泌多了的 濃度 令到我們的骨頭 強健 其實不難理解 你會發現 我們的身體 其實真的很厲害 越大的壓力 去撕加給它 就會令到骨頭更加硬 剛才我說得到 你看得到 這個空手道 人的拳頭 又或者 打泰拳 又或者 我們中國武術 連鐵砂掌 都是同樣道理 可以嗎 空手道 打沙包 鐵砂掌 還有插鐵砂 打泰拳 可能是玻璃瓶 撐自己的腳 透過把骨頭 撐它 打它 有少許撕裂 令到我們的骨頭 再撕裂多些 濃度 令到我們的骨頭 再強健 這是其中一款情況 第二款的情況 如果我們的骨頭 不是在一個 stress 狀態 即是 我們沒什麼 去撕加力 沒什麼可用 只不然 這些骨頭 就會慢慢 break down 令到我們的骨頭 變得弱 太空人 是其中一個 最典型的情況 因為它上到太空 是一個無重的狀態 無重的狀態 只不然 它不是整個腳踏實地 人在那裡飄一下飄一下 你就想 我們作為骨頭 本身有什麼用 骨頭就是去 support 你 骨頭就是給你動 對嗎 如果現在 我們在上面飄一下飄一下 按一腳 都已經可以由A point 到B point 那麼遠的距離 我肌肉也好 我的骨頭也好 也好 又要不要這麼強勁呢 可能就變得不用了 所以 久而久之 那些太空人 就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 bone loss 骨頭 其實是越來越 弱 對不對 當然 有沒有辦法 可以幫它解決呢 待會我們也會 看一看一看 這個題目 情況大致上就是這樣 一個unbalanced cycle 有under stress 和不是under stress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第一條題目就是 究竟骨頭有什麼 那一種 原體的minerals 去構成骨頭 這個不難理解 我相信 我們骨頭裡面 有什麼 minerals 就可以了 Kalcium 大家都知道 不過Kalcium 是element 對嗎 現在我要一隻sort 所以你不要只是 一隻Kalcium 就算數 是一款Kalcium sort 但是這款Kalcium sort 是什麼名字呢 那你就找回書 找一找 接著到第二 他就說 究竟一些運動員 我們發現 如果他是右腰的 他的右邊的手臂 相比左邊的手臂 有機會是多了30%的骨頭 那就要你解釋一下 透過用文章的資訊 當然我們不是想閱讀理解 我們是透過閱讀完的文字 將我們的生物學知識 套用在這些右腰的網球手裡面 為什麼他們的右臂 會強壯我們的左臂呢 我們想一下 就是說 在他們的右臂那裡 他們是 其他人的右臂是經不經常 受到壓力呢 第二 其次要想的是 他的骨頭腦 是要儘量多一點 還是少一點的 mineral 令到他的右臂強壯一點 其實你要想的就是這個問題 他們是否經常下壓力呢 然後到第三 第三就是 如果一個太空人 就上到去 無重狀態 搞到崩落 很不好的 他總有一天要下來 大部分太空人 下來地球的時候 他不能馬上走走 像以前那樣跑的 沒那麼厲害的 他可能要睡床 或者坐輪椅 當然要做少少少物理治療 軍行飲食之類 就令到他們的骨頭強度 是增加了 他才可以變回 在未飛上太空之前 可以跑跑跳跳的狀況 現在我們去想的就是 他現在上了太空了 有些什麼可以 避免得到 他們的骨頭 一直變得弱 沒有那麼強壯呢 我們想一下 那不然他要做些什麼 去令到他們的骨頭 是在一個什麼狀態 你看看文章 你很容易會找些指引 可以嗎 這個就是可以想一下 太空人 如果上到太空了 有什麼可以做 保持骨頭的強健 好 那我們去到第二個情況 就是講一下 我們Insunion 找得到 究竟當中牽涉了什麼 跟剛才一開始的 視網網一樣 都是說科學 科技 社會之類的關係 如何去治療人 以及一些創新的科技 這裡我們講的是 如何找得到Insunion 但是 在胰島素背後 我們是可以發展到 多一點的東西 例如我們學習生物科技 如何透過用細菌 去幫助我們 大量去做得到 這個胰島素出來 去治療人 可以嗎 可以嗎 當中有些事情 想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待會我們看這個題目 你會發現 有些 道德上的議題 科技的議題之間 可能有衝突 我們要想一下 如何去解決 這件事 做還是不做 當然 你會告訴我做 或者我不做 你也有一個 確定的決定 即是說 這個決定 不是亂來的 是有根有據 因為這個原因 我覺得 有這個科技 只要去 沒有問題 或者不行 不應該這樣做 不好 為什麼呢 現在我們看一看 整件事 就是當初 1920年之前 大家會覺得 糖尿病好像沒得醫 但人們只知道 我們人們之所以死 是因為他們的胰島 的胰島出現了問題 是胰島 因為他們發現 大部分死於糖尿病的人 他們的胰島都爛了 有受損害 接著 到了1921年 有個 醫生 他就發現 在胰島上 有些細胞 它是能夠做到一些 對抗到 糖尿病的 一些物質 那時候還未知道 是否 那時候還未明明叫 因素裂 總之就是有些東西 可以對抗到糖尿病 他就說 做實驗 在一隻狗的身體裡 抽走了 拿開了 他的胰島 OK 除了胰島 之後 這隻狗就有糖尿病了 可以嗎 正常 跟他的假設 都吻合 接著 他就把什麼 打回到 他的胰島身上 在健康胰島裡 的抽取物 提煉了出來 打回到 那隻狗的樹 然後 就發現 這隻狗沒有了 糖尿病的症狀 可以嗎 接著 他就開始發現 在胰島裡 這些特別的東西 可以 抽離出來 然後 就把他命名 做胰島素 就是實驗 找到有些東西 這麼神奇 這麼特別的 就能夠 令到糖尿病 治好 好像 可以嗎 接著 他就在後面 再跟他的同事 在牛身上 把那些 抑鬱 抽取出來 去把它淨化 因為 抽出來 你猜一下就能夠 抽到抑鬱 有其他雜質 只不過 要去 只要抑鬱 只要抑鬱 但這裏 我們還未講 怎樣抑鬱 只是知道了抑鬱 去到 生物科技 我們會再學一學 接著 他又再看 這些抑鬱 可不可以 他就把他打到人 那裏 打完 到人 就想 他們覺得 好暈 好虛弱 但是 隔一段時間 又沒有回事 好快 就沒有回事 當中 這麼神奇 明明打完抑鬱 他們覺得暈陀陀 好虛弱 但之後又會沒事 什麼原因呢 然後 到下面 後面 他就說 用這些抑鬱 救到一個 糖尿病 小狗 拿到 羅伯爾獎 很好 然後到後來 抑鬱能夠大規模的製作 去製造出來 去 這個 叫做 治療病 即是說 可以控制到 糖尿病病情 記緊 我們在上課也學過的 我們不是去 治療病 只不過是 控制住 它 可以嗎 到第一 他就問你 為什麼醫生的同事 當他打完抑鬱後 覺得暈陀陀 第一 我們要想一下 抑鬱的基本作用是什麼呢 它是提升還是降低血糖呢 那自不然就是 我們的身體細胞 尤其是 Bling C 他拿不夠 Glucos 做什麼呢 先提醒你 這個過程 是用來放冷量的 那自不然 令到那個人放不夠能量 覺得很虛弱 很暈陀陀 這是第一條 那你填回一些治療給我 然後到第二 他就叫你 去解釋一下 你描述一下 這個方法 就是說 當他的同事 和他自己 打完那些抑鬱後 為什麼他們 又本身暈陀陀 很快又可以回復 第二條 問你那個方法 這是什麼方法 此不然就是 Negative Feedback 這個方法 當然是負反軌 我們要想的 第一 就是打完抑鬱後 那對人的血糖 有什麼轉變 第二 你的Pancreas 會做什麼 他會釋放多一點的什麼 以及釋放少一點的什麼 那你的胸部 又會做什麼呢 就會把本身儲存了的什麼 放出來 轉換成什麼 然後 把Glucos 放回血 讓我們的血糖 變回正常 那人就不太暈 這是第二條 然後到最後第三條 就是說 有些人覺得 他這樣拿一隻狗去做實驗 太不人道 太不道德 我問你的看法 那你可以否認同 可以不認同 可以嗎 第一 先說你的立場 你是支持還是反對 然後就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支持 為什麼你反對 我們之前曾經有些片段 去講過一些 在生物科技上 所遇到的道德議題 這次我特別想提到的 就是 生與死的概念 你拿得一隻狗做實驗 拿得一隻貓 拿得一隻猴子做實驗 他死鬼了的話 誰賠回一條命給他 這個就是 道德與不道德 第二 這隻狗和猴子做實驗 我們生物科技有進步的話 其實我們救了很多人 這個是世衛的報告 但病毒 原來在地球上有這麼多人 眾觀起計 十一個人 一個人就同病了 那如果我們能夠有辦法 去治療這些人 不好嗎 今天 少許的犧牲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呢 這個就是大家 拿你的動作 沒有說適合與錯的 最重要就是 能夠有邏輯地 去說服到人 究竟對於這一副生物科技 你是支持 還是反對 OK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 留下你的訊息 我會盡快回答你 拜拜 我想請從那來 我會不會看到 我會不會啊 找到 自己的訊息 很重要 你會不會